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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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要耗費的資源 其實一個歐洲太空總署和美國太空總署其中一樣 不大不少的研究就是說 你有沒有辦法用最少的資源 就可以在月球上面最快起到最便宜的路呢? 而且又夠硬朗呢? 這個就是這裡所說的東西了 那你現在用什麼來起呢? 因為你剛才說了沒有資源的嘛 我不想帶那麼多東西上去 那個鄉人還在上面 要吃要煮的嘛 有什麼是最輕的資產成本可以幫我們起到老呢? 你首先就是想 第一件事你會想 直接用月球上面的泥沙 是不是? 那你可能也會想 如果月球上面的泥沙 再加多少少很容易地球帶上去的東西 就將它營結 會不會是一個可能性呢? 有人去想這件事情的 但是會不會甚至乎想 可不可以做到完全不用在地球帶任何硬 就是地球的資源上去呢? 你只需要帶一些儀器 那些儀器是可以幫你很順利地 將月球上面的材料改造成為一個道路的材料 哦 這樣就可以了 是不是? 地球上面你要建一條比較像樣的路 你不是鋼筋水泥運營土那麼簡單 你要有納青的 納青的東西是由石油化工那裡去做出來的 我這些東西如果全部都不想帶 我只是彈球有條路而已 有條好走的路 然後我可以很容易平整到周圍的東西 就拿回月球上的材料 最好就像一支魔術棒那樣 點石成金 我點一點照一照 就將月亮上面的這些泥沙 變成我們可以鋪路的材料呢? 這樣就最棒了 OK? 那首先要研究一下 月亮上面的那些泥沙是什麼材料呢? 其實跟地球上的泥沙是很像的 都是silicon 都是那些氧化石的材料 silicon oxide這些東西 那不知道大家亂不聯想到 如果在地球上你找泥沙來鋪這條路 你不是說就這樣用人力 就這樣用人力把那些東西 就這樣用人力把那條路壓緊去那些 你是真的想將它做一些轉化 成為一些硬一點的東西 那如果將那些泥沙去加熱溶了去 結出來的那些是什麼呢? 其實很多時候是一些玻璃質的東西來的 一個閃電劈在泥沙上就出了那些閃電玻璃 我們也知道我們做玻璃其實就是和泥沙是很息息相關的 那我們有沒有辦法能夠在月亮上面產生個高溫高熱 來幫我們去做一些玻璃材質的東西 於是乎就成為我們道路結構的部分呢? 起碼就不會說那些泥沙自己會走來走去走位 我只是想要這個東西硬的 不要到處走位的 可能你想玻璃都很脆的 都盡量做 但是我彈球有一件事的形狀是固定的 於是乎我就可以長期有條固定的路在這裏 就算你滾爛了一條路我就保 然後也很容易修補的 其實在這裏就要介紹一種技術 就是歐洲太空總署那裏介紹出來的 就是他們研究怎樣用激光 甚至乎用呢 將太陽光聚焦變成為 就是可以於是乎就用到一些月亮的泥沙 來幫我們起條路 那麼他們在地球上面做了很多的實驗 他們拿回差不多的材料 然後試一下究竟用多少激光 用多少能量才能夠弄到那些路出來 那麼如果台長找回那個文章的時候呢 你都會看到就是說 他那些材料大約做出來是怎樣的呢? 你會發覺都挺有那種玻璃材質在那裏 那麼現在呢 他就說做到的效果就是說 經過那個激光去燙過的那些泥沙 就可以深入到呢 是有回大約不夠一寸左右的厚度 你就可以將那個激光打下去的時候 那個熱力就足以將一個 就是比一寸少一些的這麼厚的那個泥沙 就凝結成為一個玻璃狀的一塊東西 於是你一直照一路掃的時候 你就可以一路向前推進去鋪了一條路出來 其實現在就是其中一種這樣的路向就是這樣想 萬一它爛了的時候你就將它再照多照 然後再想下去的一步是什麼呢? 就是說我用激光都很煩的 有沒有辦法就是連激光都省了 我直接帶一個放大鏡去 將太陽能聚焦 於是乎就產生到這個溫度 因為我只需要那個溫度而已 用激光有個好處就是說 都叫做耗費的能量比較少 但是我現在直接就是我連這個能量都想不給 直接就太陽幫我搞定 所以現在下一個研究的路向就是說 就可不可以有一個很簡單 根本上不需要怎樣耗費能量的一個光學的裝置 就專門幫我將太陽光的能量去聚焦得有這麼厲害 然後將那些能量可以導引到一個特定的位置 去幫我將那些泥沙去融掉 然後舊東西就可以自己繼續運動的 不需要我人看著的 我只需要計劃好一部電腦就繼續運動的了 那我豈不是可以有一個自動起路的系統 在月亮上面出現嗎? 其實現在你會發覺那個建立月球基地 已經想到它是這樣的東西來的了 所以我也覺得這種科技 其實聽下去只要是那個能源效益夠的時候 你會發覺你就會拿去用 就拿來去在月亮上面起路的了 大家看到的圖片就是他們在德國做了一個試驗 好像這個都是真正的月球的泥沙來的 就找激光時代之後就凝固了 就有一些這樣的形狀 原來他們說就跟著可以鋪路了 是的 你其實就這樣說 你將它整成一塊塊這樣 你不需要是一塊塊的 整成一塊塊現在這些這樣的一個這樣的 又不可以說完全是三角形 但是你可以預計拿來是密鋪平面 還有這個形狀是比較能夠抵禦到壓力的這種形狀 就將它在地上鋪一塊塊 就是你看現在香港那些行人路面那種這樣的 就是那種磚 也都是差不多這樣 你將它做到一些可以密鋪平面的磚 做很多塊出來 於是就是你在地面鋪磚 於是鋪一條路出來 就是這麼簡單的 好 除了這件事之外 現在還有沒有人研究這個月球的歷史? 一直都有的 剛才我們講到拿月球的泥沙來玩 然後就可以幫我們去建設 另外就是對於月亮自己自身的研究 也都是從月球拿回來的泥沙那裡 原來都一直有新知識給出來的 剛剛這個星期也公佈了一個結果 都挺有趣的 就是說 月亮那個年齡我們現在有一個比較準確的定年的方法 在以前一般的學說我們會認為 月亮就在我們地球形成的一個極初期的時候 就有一塊好像火星這麼大的東西 就撞了下來我們的原始地球那裡 當然那個不是火星啦 是一塊跟火星差不多大的東西 就是它因為有上一份量撞下來 它就可以撞到 將地球某一些的物質 就彈了出來 就離開了地球 而那堆東西離開得來 又不會去到無限遠 就會繼續圍繞地球轉 那那個東西就是月亮了 就是這樣 我們現在有一個比較主流的學說 就是月亮的形成 就是在太陽是形成初期 我們原始地球受到撞擊的直接結果 這樣東西我們經歷過電腦去模擬 所以我們會認為 如果我們的太陽大約是四十多五十億歲左右 那我們的地球的年齡差不多 都是四十多億歲 而月亮就會比它年輕多些 那現在有個說法就是說 似乎這個月亮 比我們想像中 又不是說遲得那麼多才形成的 它那個合理的年齡 原來都可以去到 就是四十四點六億歲 就是相比於地球是四十五點四億歲 就原來是年輕少少的 以前我們以為它要再老多 就是月亮要年輕多些的 就是有一點數字 可能大家要記一下 我們一直以為 月亮要等到我們地球形成了 可能一億年之後 這樣才是受到撞擊 然後扯了月亮出來 現在似乎就是這個等的時間 不需要那麼久 是可能只不過在地球形成了之後 一個不夠一億年的時間 就遭遇到這個撞擊 於是乎形成了這個月亮 那這裡我覺得 就是一個很奇怪的問題 可以問一下 就是為什麼我們似乎 可以知道這麼準確 可以爭論到這麼小的一個百分率呢 原來就在這個研究月亮的那些 泥沙的成份裡面的時候 它雖然主要的成份是那堆silicon 但是也有很多其它微量的元素 原來有些很聰明的科學家 去裡面找到一些叫做鉤石的元素 鉤石可能大家都聽過 什麼蘇聯鉤石這些東西 就被人經常拿來去假鑽石的 但是其實在一個很少的尺度裡面 有一些就算是月球上面的泥沙 都含有極微量的這些鉤石的元素在那裡 這些鉤石的元素之所以形成 也都跟它自己本身那種 月亮曾經經歷過那種高溫高壓的狀態 而形成到這種鉤石的晶體結構在那裡 這些鉤石的結構有一個特徵的就是 它是很不歡迎一些 譬如好像鉛這些這樣的金屬去藏在裡面的 這些鉤石天然形成的時候 它會有其他的雜質 但是它就很不歡迎這些圓這些元素的 這樣可以從我們地球上面的鉤石那裡可以找到 但是它會可以trap到什麼其他的東西呢 譬如說有元素可以停留在裡面 其實很有趣了 這些這樣的鉤石呢 它就成為了一種呢 好像保留著這個一些元素的化石 或者一些撫鉑的結構那樣的東西 它能夠將一些伴隨著月亮形成的 一些有元素的樣本呢 就包裹著 而這些有元素我們知道是核能上面活躍的元素 來的 它會衰變的 所以它會衰變成為一些輕一點的元素 包括Cesium 或者Iodine 或者是這些 譬如放射性的鉛的元素 這樣 而且要記得 原先這些鉤石呢 它本身呢 基本上不含鉛的 但是因為它是包裹著一些有元素的緣故 令到它會包裹著一些 由有元素殘留下來的鉛的成份在裡面 當我們很清楚這個有元素的半需期是多少 而也都度得很清楚裡面那個有元素 剩下的比例還是多少的時候呢 其實做到出來的效果 就跟我們地球上面做碳十四定連 是變成同一個原理了 我們地球上面呢 也都是可以用有元素來幫我去定下一個岩層 它是形成了有多少年 現在呢 在月亮上面呢 用這種有元素地質定連的方法 就是因為這些有元素去藏生了在這些鉤石結構裡面 所以我們去拿月球樣本的時候 如果找到這些鉤石結構裡面 也都是藏了一些有元素在裡面的時候呢 它就可以幫我們做一個定連的效果 而這個定連的效果的準確度都挺高的 所以我們這次就是去找到這個月球樣本 裡面的一些鉤石 找到裡面那個有元素 需要變剩下多少呢 來告訴我們這個月亮的年齡呢 原來比我們想像中呢 是年老多少少 這樣 這個數字又相當精確 死多四千萬年 這次要去結束我們下一節再回來 梁錦祥工作室 在這個網絡言論自由被打壓的年代 我們依然堅持自我做好節目 堅拒自我審查 因為我們相信內容有價 而你們的支持就至關重要 請大家訂閱梁錦祥工作室Patreon 並立刻成為付費會員 守護自由言論 而我們在YouTube頻道上的每一支節目 都要麻煩大家記得按讚、分享、留言和按鐘仔 感謝大家一直支持梁錦祥工作室節目